律政司知道了嗎? 知道別人怎麼看恐怖主義嗎? 還沒知道嗎? 還有 你看看你們偉大祖國現在的友好盟友在做什麼 要留意國際事務 伊朗華爾街日報報道 中東官員稱 俄羅斯將大量的伊朗火藥運過海 為烏克蘭作戰的俄羅斯部隊提供補給 過去六個月裡 由伊朗運向俄羅斯超過三十萬個炮彈 一百萬發子彈 現在就是中國和伊朗一起協助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 我想問律政司 就這樣看誰是恐怖主義 不回來了 你這樣說老屈示威者是恐怖主義的話 雖然這樣反過來 人家就不是老屈來的 人家都有證據的 但我想 重點不是是不是屈 而是你這樣對示威者 他日整個國際社會 就這樣對待你們了 當然他們不能讓你坐牢 對嗎 對嗎 全面撤資 到時候就看又如何 到時候香港會變成如何 就是這樣 盧沙爺笑到盧 所以呢 真的有報應 馬克松走去乃貢 笑爆嘴 現在馬克松 要譴責盧沙爺 真的不一定 你千辛萬苦安排這套好戲 安排一套馬克松就乃貢 歐洲就是我們是盟友 你們都不是鐵板一塊 歐盟跟美國越走越遠 一個盧沙爺和你弄壞了 我在Patreon說得很詳細 昨天那集大家一定要聽 OK 馬克松在比利市開會的時候說 我認為外交官不應該這樣說話 我們全力聲援那些 在邊界受到攻擊的國家 連無寧 這個樣子的無寧 中國這個很硬膠部 說什麼 中國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獨立和完整 關於領土主權的問題 中方的立場是一致的 清晰的 中方尊重各國主權 維護聯合國憲章終止 但聯合國是譴責俄羅斯 你沒有譴責俄羅斯 聯合國是說國安法違反打壓人權 聯合國也譴責你 在新疆為打壓人權 那你還跟著 你還聽聯合國說嗎? 蘇聯 開始鬥了 蘇聯解體之後 中國是最早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中國都是秉持 互相尊重 平等 看待 有些媒體刻意曲解中方 在烏克蘭上的立場 惡意挑撥中方和有關國家的關係 我們應該對此保持警惕 發生社記者說 盧薩野說 這些前蘇聯的國家 主權在國際法上沒有基礎 立陶宛外相說 這個言論說明了 為何立陶宛這些國家 對於中國在烏克蘭的問題上 完全缺乏信心 你們中國外交部 你們是否認可處法大事的言論呢? 是否認為 蘇聯這些國家的主權在國際法下 是沒有基礎呢? 沒有 絕對不是 無靈話 絕對不是 這些蘇聯解體之後 每個國家都有主權國家的地位 在烏克蘭問題上 中國的立場是客觀的 公正的 願意繼續跟國際社會一樣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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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blah 好了 其他一些reuters 和現在報問的問題 我就不特別說了 是嗎? 是嗎? 挺好笑的 其實盧薩野為何會這樣說呢? 就是 第一件事 因為 第一件事當然是水平低 是嗎? 我經常說 其實極權 就不一定搞不定 但是你有水平 但是因為在你這個政制之下 劣幣驅逐狼 你一定是低水平 就像香港現在政府一樣 你哪有水平 你怎會搞得好呢? 你全部都是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之下 真是有 有 有能力的 就被你抓了 因為 因為 我們相信 能力 即是要面對國際社會的一個能力 或者 香港是一個超級大市場 你要面對這樣的情況 你要需要 你要有那個能力 你就要有自由意志 是嗎? 就像你 為何國足踢球一刀石 因為沒有自由意志 是嗎? 當然 這個就比較複雜 我就不講這個話題 我們相信 我可以錯的 我們相信 真正的能力 你要管治香港 這麼複雜 本身是國際都會的 你當然要有自由意志 難道一個奴才可以管得到 一個奴才可以管得到國際大 但是也會嗎? 是嗎? 如果香港 只是其中一個奴隸城市 那可能你管得到的 但是真的不好意思 香港不是一個奴隸城市 是嗎? 而出來的人 聽你說的人 只會是奴才 因為 稍微有自由意志 都知道你的東西是不行的 是嗎? 只剩下兩種人 一種就是 他知道你的東西是不行 但是他都遺命是從 第二種就是 他根本沒有能力分別 你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是嗎? 於是結論就剩下一堆奴才的管治 是嗎? 就是這樣 所以奴沙也是這樣的 你剩下一些 就是戰狼而已 他是不是不懂事呢? 或者就算他懂不懂事 他最後出來都是講這些 第二就是 你一直以來 對於中國來說 中國是從來不理什麼的主權的 就浪費了 中共是一個唯物辯證的 他只是講實力而已 誰拿了中國最多領土 誰侵犯中國最多主權 就是俄羅斯 是不是? 但是這個時候 他要拉攏俄羅斯 要一起反歐美 那他就做俄羅斯契弟 現在終於做契哥了 他日這些 所謂反外國勢力 反歐美這些策頭 他日突然間 中國覺得 需要歐美 要舔回歐美 去救的時候 他突然180度轉體 眼都不眨 情況就像疫情一樣 本來說是要清零的 翌日 即刻轉共存 你看現在盧寵物去哪裏 一下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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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完之後 車尾人亡 轉都轉不像太太 是吧 共產黨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繼續 你們繼續在這裏咬 就咬 是吧 你們咬得越厲害 他日 第一個變隱形 就是你們 這些就是恐怖主義 是吧 恐怖主義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那就 由於想加快時間 所以我今天沒什麼 跟網友互動 再立一立 多謝 多謝Billy 多謝 Billy Jean 感謝 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說話都有罪 當然不是 不會 你說一些適合的 就沒有罪 你說說 皇帝還衰 習近平還衰 共產黨千秋萬代 港股好 港股好 有前途 中國AI一定得 那就沒事 OK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 感謝大家支持 今天希望 亦都幫忙訂閱 亦都可以加入會員 加入我們Patreon 明天一點鐘 GG Channel再和大家見面 今天的話題是講台灣移民 拜拜